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次的大陆新闻局的节目 香港警民冲突进一步加剧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破7 美国谴责中共是流氓政权 川普明确表示不与华为做生意 这是上周的几个新闻热点 香港市民反送中的抗议浪潮不绝 是为着上周在多个地点发起集会和罢工 可谓遍地开花 而几乎每周例行的 累计上街总人数已经与香港人口相当 并且得到香港社会各界声援和参与的抗议浪潮 使得这场延续了两个多月的反送中运动 已经演变成一场城市起义 但愚蠢而蛮横的中共香港政府却未有任何让步的迹象 傀儡特首林郑月娥日前召开记者会仍然强调 不会向示威者让步 她并威胁香港民众说 香港的情况继续恶化 中央政府不可能坐视不理 暗示镇压可能会升级 但今日的香港不同于30年前的北京 香港市民也不同于当年的大陆学生 以现在的国际和国内形势 中共血洗香港之日 恐怕就是中共灭亡之时 不知正在北德河开会的中共高层能否会看到这一点 不过从一年以来 中共把中美贸易谈判开始的一手还算不太坏的牌 连连蠢招步步出错 最后被打得稀里哗啦 甚至无牌可打这一点来看 中共祭出学习香港这一下下策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但那一定是上帝要其灭亡的前奏 中共另一个作死的举动 就是在川普宣布对最后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增关税之后 人为操控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跌破7元大关 按理说 国际货币上下浮动时高时低 艺术正常 所以贬值不算什么 操控才是关键 随即美国财政部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 令本已弱不经锋的中国经济面临更多更严格的审查 甚至制裁 也使得成功概率已经很小的中美贸易谈判难上加难 上周五 川普在白宫的南草坪发表讲话时坦言 中国想做点什么 但我还没准备好做任何事情 美国被虐了25年 我没这么快准备好 所以我们走着瞧 完全是一种毫不在乎和打持久战的姿态 在华为问题上 川普更是懒得与中方纠缠 而显得极不耐烦 他明确表示 我们不会和华为做生意 因为他认定 切断与华为的一切业务往来要简单得多 华为倒是有自知之明 知道这一天早晚会来 所以偷偷搞了个号称能够秒杀现有一众操作系统的鸿蒙 该系统日前在华为开发者大会2019的现场正式亮相 虽然华为自称如果未来某天安卓不可用 鸿蒙将随时可以顶上 但有董行的指出 这个所谓的鸿蒙只是从LinuxCopy微内核 别的什么也没有做 在发布会上 鸿蒙没有UI 没有界面 连具体功能都讲不清 换句话说 鸿蒙可能根本不存在 华为在唱空城记 鸿蒙是不是一个连哄带蒙的骗局 我们不得而知 但凭华为偷鸡摸狗的资质 这事它干得出来 说华为偷鸡摸狗其实还是嘴下留情 美国政府就没这么客气了 8月8日 因不满美国驻香港外交官 接触香港民主人士 中共竟然在其官媒上披露了该外交官的个人 家人 及小孩的姓名和私人信息 美国国务院严厉谴责中共此举是一个流氓政权的行径 终于在中美建交四十年之后 美国政府第一次看清了中共的流氓本性 虽然这一天来得有点太迟 女士们 先生们 大家好 自从蒙英从党校回来 大不一样了 妙语连珠啊 现在我们口炮不枉 救赎我嘴笨 近来美帝跟我们过不去 全靠蒙英回怼呀 怼得美国呀 哭笑不得 就比如说最近吧 美帝质疑我们的发展中国家地位 蒙英说 做人不能太美国了 还有之前川普在推特上 就贸易战问题表示要对我们极限施压 蒙英说 我只想喝喝两声 结果第二天川普就宣布对三千亿中国商品加税 蒙英的一个喝就值一千五百亿呀 他还说 中美贸易磋商一年多来 是谁在出而反而 言而无信 反复无常 大家都有目共睹 不能自己生病 让别人去吃药 这是说谁呢 听着这么像高级黑呢 总之啊 外交部蒙英的口才啊 不输裤衩才康徽 中美贸易战的火箭式升级 蒙英功无可没呀 好了 下面开始提问 这位记者 发言人您好 您刚刚提到美国质疑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 结果外交部对此回怼 事实上 论GDP 赵党自称全球第二 论撒币 勇目共睹世界第一 何况赵党自己也自称厉害国 作为厉害国 这个时候却又说自己只是发展中国家 这不是很矛盾吗 这有什么矛盾呢 该厉害的时候厉害啊 该哭穷的时候哭穷 与时进退 这正是我厉害国的智慧 在现行WTO规则之下 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 可以收取比发达国家更高的进口关税 而对国内 我们可以给企业出口退税 给国有企业大量补贴 让出口产品价格更低 以便在世界各地清销 强占市场 这都是哭穷的好处啊 当然了 给我们那些真穷的非洲小兄弟们 就不能哭穷了 当然要出手大方 因为他们在联合国里也占一票啊 不过川普在备忘录中已经指出 如果美国贸易代表认为 WTO不能在90天内 做出实质性的相关改革 美国将不再把它认为 是非发展中国家的WTO成员 视为发展中国家 也不再支持该国的 经合组织成员国地位 如果90天后 美国将中国列为发达国家 请问北京方面将有什么回应 你担心的真多 我党还能不能挺90天 都不一定的了 我是说呀 急傻 这不还有90天吗 至于90天以后嘛 有蒙英的话讲 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 到时候怎么回应 有蒙英怼他呀 撒泼耍魂 颠倒黑白 那可是蒙英的强项 换个话题 那位记者 继上个月川普总统 在白宫与27名 遭到宗教迫害的 幸存者会面后 8月5日 美国副总统彭斯 又会见了四位 争取中国宗教自由的人士 分别是组织公民力量的 创始人杨建利博士 华盛顿法轮大法协会 副主席陈杰夫 对华援助协会的 创始人傅希秋姆时 以及世界维吾尔大会 副主席乌麦尔卡纳特 对于美国正要频繁会见 受中共迫害群体 非常关注中国的人权议题 你有何回应 我们认为彭斯会见这四个人 比上次川普会见27个人 还要用心险恶 川普见了27个人 哪个国家都有 彭斯只见四个人 全是跟我们有关 这不明摆地冲我们来的 让我们下不来台吗 对于美帝粗暴干涉 我国内政的行为 我们表示强烈抗议 和坚决反对 还有啊 我也顺便抗议一下 美国的自由亚洲电台 他们最近竟然制作了 三集特别节目 法轮功的二十年 介绍这一团体是如何反迫害 并在海外发展壮大的 这可是我党最惧怕的信仰和团体 大家知道 我党统治大陆七十年 想要打倒谁 谁能挺过三天 可就是这法轮功 是我党唯一没有战胜的团体 不仅没打倒人家 反而把自己给打倒了 哎 一物降一物啊 看来这次是遇到克星了 这次与会的法轮功代表 陈杰夫就谈到了 法轮功在过去二十年经历的残酷迫害 包括中共对法轮功学院的 大规模活摘器官的罪行 傅西秀牧师向彭斯 陈述了中国基督教徒受迫害的情况 还提交了九名迫害人群的中共官员名单 彭斯表示 美国正考虑对侵犯人群的中共高官 按全球马克尼茨基法案进行制裁 啥 又要制裁 彭斯啊彭斯 你个堂堂美国副总统 咋跟你们总统一样不靠谱呢 放着美国的事不管 你管中国的事干嘛 据说呀 上了美国制裁名单的 将面临被拒罚美国签证 被禁止入境的惩罚 甚至冻结海外资产 看来美帝这是来真的了 以后这资产啥的 不能往美国转移了 哎 本来我党官员的中国梦 做得挺好的 现在可好 都被美国给搅了 难怪库查台康辉说 美国就是一脚屎棍 哎 不对呀 美国要是脚屎棍 那我们岂不成了 屎 好了 下一个问题 这位记者 8月5日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破期 随即美国财政部宣布 将中共列为货币操纵国 中美贸易战变成了货币战 然而一旦被列为汇率操纵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将会加强对中方的监督 中国将被排除在美国政府 采购工艺地之外 中国的任何项目都不能获取 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的融资了 请问接下来你们要如何应对呢 应对 当然是快点跑路咯 我是说呀 找条好路 对付危机 至于具体方案嘛 反正七都破了 那也只能是继续印钞了 啥 印多少才够 我看哪 人民币将要赶尾 抄金 我是说 人民币将赶上委内瑞拉 超过津巴布韦 直追明币 也不是没有可能 好 最后一个问题 这位记者 近日 库查台新闻联播播发央视快评 呼吁特区政府 尽快将那些踩踏法律底线的狂徒暴徒 迅速进拿归案 中共已经将港民抗争定性为暴徒 并扬言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难道这是准备要开杀戒了吗 实话说 不是不想杀 而是不敢杀呀 不说别的 如果解放军踏上香港街头 香港的股市会应声倒下 房地产市场也会崩盘 香港的国际商业地位将彻底崩塌 大量跨国公司将撤离 要知道 中国有高达61%外国直接投资是来自香港 所以 香港一旦崩塌 对大陆经济将是灾难性的 当然了 老百姓吃点苦倒没什么 关键是我党官员的资产 也会受到严重影响 听说了吗 前天瑞士银行公布了一个消息 大约有一百位中国人 其实都是我党高官 他们在瑞士银行存款达到7.8万亿人民币 人均780亿 我问你 哪个香港人的命值780亿 这就是为什么中央不敢轻易屠杀香港人的原因 如果谁敢下令开枪引来国际制裁 这一百家就一定会联合起来 把那个下令开枪的人粉身碎骨 点赞 mooi 转发 转发 点赞 转发